迈入第十七届的PayPal公民新闻奖深受各界肯定 今年共有199件作品报名成功 分成短片报道、新闻专题及学生、社会四个组 共颁发20个奖项 作品题材涵盖生态环保、社会关怀、教育学习、劳动权益及文化传承等议题 从生活出发说在地故事 会场做这个议题首先是天气热之就是非常生活周遭的一个题目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找受访者 然后找了有营造业的工人 然后还有外送员跟医生这三个 然后就做成了这则报导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报导 然后让大家关心到这种高温下的劳工权益的议题 真的很惊讶会得奖 因为我其实不是我的影片没有说到非常专业 然后我也不是就是真的新闻系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PayPal公民新闻奖就是愿意给我这样 不是专业科系的人可是又有想报导的东西 给我这个肯定 我觉得就是就是真的蛮感动的 我觉得收获很多 因为像是你不是专业科系出来的 我们顶多就是接触到文字报导 就是可能5W这种东西的 可是就是影音新闻它跟文字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就是会教你SOT 它那个启程转合要怎么去接 搭新闻价值这样 因为公园是每个人都会去 包括我自己也会去 那所以在那个公园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在这个台北市的文山社区大学 有在这个上一些课程 所以呢就了解了这个议题 在那个过程其实我可以体会那些志工 他们都是无怨无悔的 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参与这个就是采访的过程 那了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手作 为什么叫手作步道 他就是要靠人的手去搬运 然后去把它堆叠起来 然后要去用脚去把它踩踏 看它是不是实际上是很稳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复杂的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 那以后自己在公园里面走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帮助我去理解这个环境 其实它是来自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默默的付出 新闻专题组同样展现公民记者 关怀在地与环境生态的精神 作品传达出有别与主流媒体的视角 让人看见公民新闻的价值 记录到台江大道上那只刚被陆杀的母龟 那只母龟它已经长27公分 它就是为了要上来产软 所以它就爬到路上然后就被陆杀 那那个时候软黄其实已经散落一地啊 非常的 非常惨烈的一个现场啦 那在现场其实 身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拍到画面 原本应该要很高兴 因为我有画面可以放在我的作品里面 可是其实我现场真的是难过到 快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觉得公民记者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它是在关注主流媒体 平常比较不会关注到的议题 因为媒体的中心大多都在北部 可能只有几个派在各县市的记者 那会去跑在地的议题 那公民记者分散在各处 他们也像是各个触角一样 会去接触到在地的议题 那就可以让这些议题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那这里面的议题 我们到底要去怎么去平衡这个 就是游客的岛上的一些 人民的经济命脉 游客的人数要多少 那当地的渔民要怎么样生活去共存 我们公民记者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不会单单只是去说 踏个景点照相吃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去那边都是有一些 要做深入议题的探讨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更宽 更广更深入 它里面去游玩不只是游玩 那也可以一边游玩 那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地方美食 然后去探讨地方议题 那回到家呢 又可以把整个活动的记录下来 然后写成影片 让大家来知道你去过什么地方 那你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典礼中还特别颁发感谢奖 给两位长期在平台耕耘 展现热情的公民记者 用镜头记录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有一次很感动的是我们去台南 台南有一场踹拍 就是一群志工用稻草 插在沙土上面去护国土 我才知道原来会有一群人 为了国土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你会注意到不一样的 不一样 就是你会对社区会关怀 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可以拍这样子 那自己的成长就是你从不会电脑 到你会剪接 你会去编辑这个故事 这样子让我的老年生活 现在因为我已经68岁了 让我的老年生活就是变得比较精彩 2007年PayPal公民新闻平台成立以来 已累积超过一万两千名记者 平台上的报道更多达一万八千多则 公事基金会董事长胡元辉表示 公民新闻是非常可贵的资产 让公民发声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 就是我们继续关心我们持久关心的 在地事务也好 公民议题也好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公民新闻非常可贵的一个资产 也就是我们有我们恒常的关心 这些东西不一定随着主流媒体的波动 而影响我们的关心 但另外一方面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公民 所以我们对于重大的社会议题 或者是重要的像选举事件 其实我知道大家也都是很关心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作品 可能也从不同的角度来深入 来去探讨或报道有关选举的中国面向 其实这个非常可贵 我们也很希望每位公民对于国家重大的发展 都能够在您的角度 或者您周遭的这些公民的心声里面 来把它挖掘出来挂导出来 秉持服务在地理念 制播优质地方新闻的中加宽评 也赞助本届PayPal公民新闻奖 期望借由在地扎根向外发声 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新闻视野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本届